年底到了大家准备封出国 旅行社的业绩喷发 而且还要拼转型 不只供线上 线下门店也是大升级 像是雄狮 卖起了手冲咖啡 让你一边喝一边讨论你的行程 还有24小时的智能柜 可以随时交签证等等的 那么另外还有这个喜红假期 则是开启了早午餐 关于旅游咨询 还能直接问店长 热水浇下九种豆巷 四亿十八平空间 还有小座位放松休息 看个角度马上切到服务台 提供国内外出游资讯 原来这里不是咖啡厅 而是新型的旅行社服务处 我们对于消费者导向的概念 在这两三年 我们就强力的转型 现在在我们来讲 线上大概占服务的50% 线下大概也占了50% 所以它在我们来讲 也占了一个非常大的 营业额跟需求 别享受阿里山庄园及咖啡 对边讨论套装行程 甚至增加智能柜 让你24小时都能递交签证 和行钱资料 各种方便休闲服务 雄师挑战单一门店 一年创造五亿营收 不过凭旅游经济 斜港行销法 还有喜红假期也出招 这是您那点的全日早午餐 谢谢 看起来超级好吃 但这里不止纯吃早午餐 更可以来做旅游咨询 买出国的套餐 一刀切下焦脆可送 包牛肉起司口水直流 中式还有月光米配浓郁花雕剂 但除了侵食餐饮 这里更有满满的飞机模型 模拟VIP包箱 仿佛后机式 旅游业者用餐饮增加额外收入 而现场看到的店员 店长则通通有旅游背景 可以直接咨询卖行程 整体曝光度大大提升 有点运用算是 把咖啡厅当作媒介的这种方式 大概会有两三成的客人 是会直接找我们店员 询问一些相关的旅游咨询 旅游服务 我们现在最先导进来的 会是WiFi机的一些区环 而像是旅天下直音店 直接变身棋盘式大展览空间 听讲座 喝咖啡 提升客户粘着度 赶在报复性旅游潮的尾身 再冲一波业绩 东森三续的神域的罗珍台报道 看盘都算赶快来按赞 东森财经二十四小时 股市直播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盘后交战 都在东森财经二十四小时 股市直播